Hello 大家好 之前和大家去過單車公園和文曲里公園 今次就會和大家走出將軍路 去到尖沙咀的九龍公園玩 這次也會和大家一路由公園一路讀文學 趁著這個機會都想和大家分享 我準備將由公園拍成一系列的影片 將文學和公園互相結合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記得訂閱我啦 可能有人會好奇為何會想以公園為主題拍影片呢 我會藉著潘葛玲一本書《第三個紐約》裏面的選段 分享我的想法 如果大家準備好我們就一起出發由公園上文學啦 公園上被稱為城市的廢 在西西的我城 還提到 市民的消閒娛樂 有磋麻將 看電視 看馬驚 但年輕人更愛戶外活動 如慣公園 到離島遠足露營 這恐怕跟現在相去甚遠了 香港的公園 很多都是代不下去的 因為城市規劃的發展 一射在馬路與大廈旁的迷失剩餘空間 被建造成狹小的欺凌公園 成了老人家呆座打頓 隱君子藏身的屋畜之地 這些城市的肺 都像幻想鳥肺炎 肺氣腫 肺癌 各形各式的肺病 也不要以地小人多作抵賴 新加坡的濱海灣花園 歐門的孫中山市政公園 都比我們的闊大 肺也不一定是 愈大愈好 香港最大的大埔公園不錯 只是比較偏僻 金字經廣場 總口仗不屬於我們 如果它算是公園的話 海濱長廊 綠花園林 凡此羞恥 都未敢投以信任票 也有些城中公園是不足的 如香港公園 九龍公園 維多利亞公園 但識貨者 很多卻是流落異鄉的非印用 一般香港人 似乎更留戀大型商場 建成的人造公園 每逢假日 你走經香港的公園 廣場 看到非印用 經過一週新勤後 再歌再舞 樂不可知 你忽然明白 有些地方是屬於你的 但有些快樂 永遠與你無干 你從人家的快樂 看到自身的缺失 一個公園 景都成鳥 反映民族性的一面鏡子 我想讀到這裡 大家都明白 為什麼我想以公園為主題 來拍片 其實公園是一個非常好的 休憩娛樂的地方 景色很優美 可惜香港人的生活太繁忙 很多時候都會忽略了這些美景 我也很希望藉著拍這些影片 給自己有一個出去走一走的理由 放鬆一下心情 希望你們假日的時候 休閒的時候 都可以出去不同的公園 走一走 放鬆一下心情 九龍公園是城中公園 很近尖沙咀 或者佐敦的地鐵站 整個九龍公園很大 它佔地13.3公里 如果沒有記錯數的話 相當於差不多 19個標準足球場那麼大 九龍公園原本是一個 軍事戰略重地 後來去到1989年 蔡馬會就用了3億元重建公園 就變成了現在我們看到的九龍公園 九龍公園裡面的設施很多 靜態的動態的你都找得到 而九龍公園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文物探資館 最近文物探資館 舉行一個金沙之光古屬文物展 是免費入場的 裡面展示了三星堆文明 以及從金沙為止畫掘出來的文物 裡面的展廳不算很大 展出了大概70多件的文物 但這些文物都很珍貴 很值得我們一看的 今次打算來九龍公園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打算參觀這個展覽 今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你們能夠享受遊公園的樂趣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